因為我們之前我們那個151的部分 這邊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OK 如果A不等於0 那不過這一題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已經邏輯判斷了 A一定不可能等於0 所以呢 應該只有B因為區一定會有 所以到這裡的話 理論上A可以不用判斷 那B的話呢 當然前提是不等於0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啦 因為B不等於0 然後的話 才去 做底下的事 也許這樣的話讓程式呢 跑起來相對的 會比較沒問題 然後把這邊加一個if andif 然後把 這個要做的事情 再把它向下 這個 向下一接 那這樣OK的 所以理論上啦 也許我是建議啦 那我這邊是沒有寫註解啦 我是建議上面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個註解 1 1的話是判斷那個有沒有0跟區 0跟里跟區 第2個的話呢是判斷有沒有路跟接跟道 然後第3個的話呢是做什麼呢 就是 如果當路跟街道都有的情況下 那就幫我把資料切割之後的話 放到F藍的 id的位置 OK 然後呢 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部分的程式撰寫 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沒有很複雜吧 就是前面都講過的東西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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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後的話 特別注意就把這個結構記清楚 另外的話可以配合這個in3這個函數啦 這個函數其實還蠻萬用的 為什麼 因為有點類似喔 我們要找哪一個字有沒有出現的位置 所以以後的話假如說呢 你要找的資料剛好在某一個字的開頭 某一個字的結尾的話 那 都可以 利用 同樣的邏輯在處理 這個 你要的 這個 工作 OK 然後把這邊 把它執行清除 清除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它刨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OK啦 這個地方 剛剛同學有提到這個 再加一下 其實我剛剛沒有加也OK 奇怪不知道為什麼 那 Ctrl向下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會出錯 OK 還是說你們抓的資料 因為我是抓最新的 如果你是抓那個我們範例檔案裡面的 可能結果 又會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它有些資料格式好像都沒有很統一啦 所以還是會造成一些錯誤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清除的話非常簡單 清除的話就是 把 整個 4i 等於第2列 到最下面列 把 F欄的資料全部丟一個空字串給他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全部清空了 OK清除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寫那個所謂的 制定函數吧 制定函數的話基本上 這個做法呢 跟前面差不多 插入 制定函數 使用者定義的話 我希望在這邊產生一個 入接到函數的話 那給一個地址 結果丟過來 那向下點兩下 基本上就OK了 那其實 像這個制定函數呢 你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 上面的這個程式來修改 就OK 那怎麼改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在這邊一定要輸入 function 空一格 叫做 入接到函數 然後呢 Enter一下 他就會自動幫你多增加一個 Endif 然後呢 在 這個 小瓜糊裡面呢 是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你給我一個地址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他將來會跳出一個 視窗 前面的話就地址 那你就選給他 他會幫我把 他選的那個地址的資料有沒有 放到這個地址的這個參數 應該叫什麼 參數 參數裡面 參數裡面實際上也可以 放資料喔 有點像變數一樣 可以把這個地址暫時放在這裡 OK 然後這個函數本身也可以放資料 他會return return到這裡面 所以呢我們要 寫後面的東西喔 如果你sub寫完的話 你只要呢 把for跟ness 裡面的這些層次 怎麼樣 直接複製 貼到這個裡面就可以了 記得喔 避開forness 因為forness 基本上因為sub 他一定是自己跑 可是呢 Function的話 他是 你將來是 先輸入結果 點兩下 也就是他不是跑回圈的 所以你把forness裡面的東西 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把這裡面的東西 因為他的縮排 太向右邊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再往 左邊 左邊的話呢 右邊是按tab 左邊的話是按shift 加上tab 右邊是這樣tab tab是縮排 那突排的話是往左邊 shift按住 按tab OK 好 那再來的話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主要的話就是什麼 因為呢我們之前 Sales ID的驅欄 是抓地址 所以地址的話呢 基本上 Sub是自己去抓 那Function的話呢 是使用者給我們 所以喔 其實你可以把地址 複製一下 只要凡事看到呢 Sales ID的驅欄 一律把它貼上去 或者甚至可以用取代 只是取代可能 有必要先放在這邊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取代成地址 Ctrl H Ctrl H 再說取代 把這個 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地址 那你可以這樣子喔 那記得喔 你不要全部取代 因為上面的話 還有Sub 你一取代就完蛋了 所以什麼 你就按取代 然後一個一個慢慢取代 一個一個慢慢取代 這樣可能會比你自己 在打程式會 第一個啦 比較不容易錯啦 第二個的話呢 也 比較 這個 比較輕鬆一點 OK 所以這邊把 最後一個了 好 跳到這裡 你不要再取代 取代的話就完蛋 Sub就壞掉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部分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哪些地方 前面這個地方 Sales 它將來是丟到 那個Sales的 I6F欄 那我們 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必須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 入接到函數自己本身 把它放到這個前面就OK了 把這個把它貼上 好 程式 就大功告成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Sub寫得出來 Function應該也沒問題啦 邏輯大概只是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 自己去 儲存格把資料帶過來 然後自動把資料丟回去 那Function的話是互動的 你告訴我 我自動 我幫你丟到那個儲存格裡 大概只會丟一個 OK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改完了 OK 然後把這邊資料清空 然後我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 理論上貼過來 那記得 避開Furnace 然後把Sales ID的 驅欄那個取代成地址 那Return的話 Return給他 那這個函數呢 他本身可以放資料 所以我把這個資料丟給他 他再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類似像這樣 就是 他跟你要一個資料 然後你就丟給他 他存在這裡 然後就丟到這邊 有沒有 OK 等到他全部處理完之後的話 丟過來 再丟過去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Function的一個生命週期 OK 他就是這樣walk OK 那執行的方法 跟那個Sub完全不一樣 記得 你不是說直接從這邊執行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這樣 按下去不能執行 因為這個是Sub的執行方法 如果你要執行他的話 記得一定要從這邊插入 插入一個使用者定義裡面 的一個Function 這個就有了 然後 地址給他 那你會發現 他就會 給他之後的話 他就放在地址這個參數裡面 那地址這個參數裡面呢 我們把它做邏輯判斷 A跟B之後的話 得到一個結果 他就幫我放在這個Function本身 入接到函數 就放這個東西 那放這個東西按確定之後 他就幫你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 按確定 他底下的話 沒有回圈嘛 所以變成要自己點兩下 OK 他就怎樣 全部 通通跑完了 OK 那這個是 所謂的 制定函數部分 那你想說 老師他做完之後 其實最重要 視覺化結果怎麼辦 其實再來的話 待會 我們就可以用 插入 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 其實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好用 不用寫程式 那可是問題喔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想知道什麼 到底哪一個 區 治安最差 樞紐分析表 先選不選 按確定 然後你可以把什麼 區拉到列 主要的 分析的欄位 然後再把區 拖拉到 直的地方 因為我要算幾個 所以幫我算一下 那幾個喔 其實就康乙服 那你會發現 就幫你列表了 但是呢 我希望呢 那個 排序的方式 是以什麼 以哪個區 最高到最低的話 你可以把優標先放在 B4 然後再選擇 資料裡面的 Z到A Z到A的話 就是由大 到小排序 好那你可以看出來了 OK 所以呢 以台北市 住宅切到案件 最高的 前三名的話 應該就是三個 中山區 士林區 萬華區 OK 那治安最好的 就是這三區 大同區 南港區 溫山區 應該不算意外 不過比較意外是 信義區居然沒有排到 這個治安比較好的 前三名 應該是 因為畢竟那個 市政府在那邊嘛 OK 所以應該理論上 大同區 治安為什麼會那麼好 因為那邊老人多嗎 還是因為那邊有大稻埕嗎 OK 我不知道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只要這個 另外的話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 想知道 用圖形畫表示的話 你可以再利用什麼 利用樞紐分析工具裡面的 那個分析 分析裡面就有樞紐分析圖 你可以把它畫成什麼 很簡單的啦 直條圖 最簡單的 按確定就好了 它一個視覺化結果就出現了 然後把它拉開一下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放PTT上面的話 你再把這個標題點兩下 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什麼 這個 各區 這個 這個 切到 各區的 那個 等等 各區的 統計好了 OK 給一個 標題名稱 大小的話 大小的話你當然可以調一下 比如這個字 要紅色的字 然後大要稍微大一點點 字不詞類 這個可能就自己再把它 這個稍微調一下 好 那當然第一個 各區OK了 再來的話呢 如果今天想要統計什麼 統計哪一條路 怎麼做 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